苗栗县第一处空气品质维护区 去年9月公告 以厚龙镇新港大桥为地标 在台六县宜春路圈出管制范围 排气检验不合格车辆不能进入 截至目前为止 共计有9万辆次 仅仅只有279辆违规 逐渐成效 机车 汽车所产生的废弃 是空气污染的远雄之一 为守护山城好空气 苗栗县环保局在112年9月份 证实公告 全县第一处的空气品质维护区 管制路段为宜春路 宜春路与台六县交叉口 至台铁丰富苗栗段 与长春石化公司苗栗厂 二厂所圈为区域 管制对象为出厂满三年的 柴油大客车大货车 与出厂满五年的燃油机车 柴油车若无一年内 排言检验合格记录 获取的各县市有效期限内的 自主管理标章 以及燃油机车 未完成年度排气检验合格 全时段禁止进入 以厚龙镇新港大桥为底标 并横跨到苗栗市 在台六县宜春路 宣出管制范围 车辆若是排气检验不合格 是不能进入管制范围内的 本县空围区公告后 有六个月的缓冲期进行宣导 112年3月缓冲期结束后 及一空无法规定暗次处罚 截至目前进出空围区的车辆 共拍摄约9万辆次 未符合管制规定的柴油大客货车 共有261辆 未定检的机车共有18辆 显现多数车主已了解 并认同排言检测措施 空气品质维护区公告以来 统计有9万辆次 仅有279辆的车辆违规 确实建立起车主的环保观念 苗栗县第二区的空围区 规划在投问市永中国小周边道路 以提升民众生活环境的空气品质